群星、彭敞华表讲、王一博、陈飞宇、关晓彤等65位当宏大咖现唱推广举 2023年5月22日晚上20点38分 中央电视台6频道发布消息 群星演唱致敬中国电影《我们世光》、《我们辉煌》、《我们都是光》 视频中出现了众多中国电影界的明星 展现了他们的光芒和辉煌 他们的剧集象征着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影响力 视频中呈现了精美绝伦的画面 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摄影技术和艺术表现力 每一帧都充满了光辉和力量 光辉是一首主题推广剧 音乐旋律激昂感人 凸显了中国电影的荣耀和辉煌 它引发了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情感共鸣 视频中展示了电影场景和群众演员的热烈气氛 这些场面传达了中国电影制作的庞大规模和团结精神 通过这个MV 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光辉与辉煌 也能深刻体会到中国电影业对于艺术 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贡献 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主题推广 曲光辉音乐短片正式发布 这首歌曲由词作家王平九作词 长石磊作曲 汇集了中国电影界的中间力量和新生力量 他们热情的现声 向中国电影表达真挚的情感 据了解光辉这首歌曲 还将在华表奖颁奖典礼现场 由近百位电影人共同演唱 为电影事业纳喊助威 歌曲光辉虽然没有像 让世界充满爱那样 气势辉红的由百位歌星共同演唱 但近年来这样规模的作品也很少见 在光辉的音乐短片中 出现了许多演艺界的大咖 包括王一博 张艺山 李晨 李沁 黄毅 关晓彤 佟丽亚 崇贺 白百合 郭晓东 印晓天 毛晓彤 景田 蓝莹莹 李乃文 黄明浩 刘浩存 刘敏涛 刘业 柳颜 于浩明 张天爱 温兆伦等等 他们的加入使得这部MV更加精彩分成 除了以上提到的大咖 还有许多当红艺人出现在歌曲光辉的MV中 包括碧文俊 陈都灵 陈飞宇 陈哈林 陈永胜 邓恩熙 丁观森 丁柳元 渡江 范士奇 韩庚 韩昊林 侯经健 黄晓磊 蒋依依 李光杰 林允 楼亦霄 齐熙 乔熙 乔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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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大勋 乔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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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焦 许卫周 严炳熊 严丹辰 杨恩诱 余文文 余埃磊 张亦凡 张又浩 张云龙 郑凯 朱颜曼兹 朱正廷 朱颜曼兹 朱正廷 朱正廷 等等 他们的加入为这支MV增添了更多的亮点和魅力 歌曲《光辉》汇集了当下娱乐圈中的65位艺人共同演唱 阵容庞大 除了主题曲之外 电影频道还宣布了本次华表奖的主持团队 包括郭伟 谢应玲 李丹 罗曼 云卫 巧云 江亦同主持红毯仪式 而华表奖颁奖盛典文艺晚会则由蓝宇和邓超搭档主持 这次华表奖颁奖典礼将以盛大的方式呈现 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晚会 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将于5月23日举行 CCTV6电影频道 电影频道容媒体举阵以及全网平台将同时进行直播 敬请关注这一盛世 这个主题让人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歌曲《光辉和华表奖颁奖典礼》的举办 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强大和繁荣 数以百计的演艺大咖和艺人齐聚一堂 展现了他们对中国电影事业的热爱和支持 他们的参与使得整个活动更加精彩动人 这也是对中国电影人辛勤努力和创作成就的肯定和致敬